你們好 現在是講講台海局勢的情況 因為有些觀眾朋友都留言了 我用我自己的見解 就是分享一下一些時事局勢的事情 當然現在這些敏感的話題 都是要聲明的 這些都是純屬我個人意願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並沒有其他編輯的事情 如果是喜歡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歡迎你們訂閱各樣東西 如果你是不喜歡我說的話 其實請而欲捕 我就不會跟任何人去麻戰打架 因為我都不夠別人去麻戰和打架 都不夠的 這些麻戰的朋友就贏了 請而欲捕就可以了 不要介意我又是沉氣一點點 因為台海局勢為何又要說呢 在中國 當然現在是一個美國選舉的時候 中國的政治人物 他們想的事情都開始進化了 他們都在想著如何收緊台灣那邊的黨派 就是如何去台獨 當然這些是一個很 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很悲哀的歷史問題 其實台灣的問題就是 以前再接近一點點 就是二戰的時候 當然那時是國民政府握旗 中國 當然日本人搞得很嚴重 我們香港 其實八國聯軍搞得中國很嚴重 香港也很嚴重 當然死的人就很多 這個仇很重要 其實在我們中國人裏面的老一脫 都仍然存在 因為他們經歷這些波爛 我們這一代就會輕一點 輕一點 但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也不希望有很多人 挑起這些事端大 很可惜的事與願違 尤其是搞政治那些 更加是 多用這些去挑釁 我們整個地球 整個民族很喜歡此類的東西 當然那些政治人物 通常都會利用 等別人自相殘殺 然後自己是助手原之利 但偏偏這個世界 很多人都願意被人收買 以及利用 原因是因為 這個地球太多好現實的人 通常都是為了利益和物質權力 這些事情 無可厚非都是這些事情 背後就是一個安全感 就是為了要生活的安全感 再說下去就離題了 我現在又說了這件事 為何台獨局勢 為何真的要說呢 就是 因為中國那邊 就在國務院 即是國務院 他頒布下來 就是說 那些台獨分子 我們是怎樣可以懲處他 即是宣揚這些 就懲處他 這些就是一個國家做的操守 無論他是試驗也好 什麼都好 現在這個局勢 即是 裏面 你知道政治有什麼意 要做一下事情 做一下這件事 搞了搞了之後 然後台灣那邊 就有個回應 其中一個回應 就是 你都看到我 都是用了旅遊圖 即是不想太過恐怖 即是場面 但是很可惜 台灣那邊的確是 今次 我看到就比較麻煩 那邊那個政黨要做的事情 他竟然是利用了一個旅遊警示 包括了我們香港 澳門 其實一向我們香港和台灣 都比較友好 澳門和台灣都沒有什麼 你無端端牽涉到一個 叫做人民的層面 玩這個 我都覺得它是一個軟性對抗 用人民去軟性對抗 這件事我覺得 如果站在我是普羅大眾來說 的確是 台灣那邊的政治人物 是很差的 這個伎倆 表面好像很聰明 但是真的很差 他其實 都是用這件事 就是以華制華的政策 即是你用坊間的人民去制衡 對方的人民 大哥我們是普通人 我們不是想打仗的 對吧 台灣那邊 你無端端用人民來做 難聽一點 用人民來做 這個推土機 擋箭牌 推土機就是推去 即是敵方那邊 盾牌就是用人民去擋 當然那些 所謂的政治人物 就坐在後面 當一個遊戲 當看電影 哇 這個東西 我看到之後 的確是很反感 即是你 不知道是不是 其他觀眾朋友 都是跟我一樣的想法 都是有點反感 即是我就真的 看到我就 哇 為什麼你要推些人民出來 是不是沒有其他的武器 沒有其他的 政治人物的伎倆 去到這麼卑劣 要推人民出去 對人民 哇 大哥我看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很不行 真的 你無端端推一個旅遊警示 我們香港有什麼旅遊警示 即是你說我們 政治打壓你的台灣 即是你覺得我們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去打壓你的 喂 說不通 這些東西 說真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你政治人物 你玩這些東西 還玩這些東西 或者你國策 玩這些東西 還玩這些東西 但是總之 你不要牽涉到人民那裡 大哥 你還在古代嗎 即是我現在看到 就是台灣那邊 大哥 你的對應 竟然推人民出來的時候 哇大哥 我真是替台灣的 黃種人 或者是同胞 叫 大哥 真是很慘 我覺得 你台灣已經是 那個經濟 已經搞到貧富元帥很大 大都沒有 我再大 即是有錢的很富貴 可以周遊列過的 窮那些 一個大陸生得五、六千元一個月 大哥 他想去外國都很難 東南亞 東南亞 東南亞便便宜 這些叫做 你說台灣那邊 叫做一個政策嗎 很不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站在普通人裏面 我就覺得 不如當他們沒有說過 是廢的 我們人民 就互相 我們普通人大眾 互相friendly 就算了 不要管政治人物 旅遊生意照做 就OK 大哥 不要再搞這些 你再搞這些 說真的 你說中國打台灣 這樣也是 真是一個悲劇 不用真的要 何彰實彈去打 可不可以經濟去搞一下 就算了 即是大家 現在 政權那裡 有沒有大家 分成一個 分享 即是大家分一些來做 行不行 這些 我們普羅大眾 就是希望 真是有個生活過度 你不要打 因為打仗 對我來說 真的不行 我看到 他們現在好像 真的沒有負必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 現在的確是 有一定的實力 很多外國的人 都說 中國是催 你催 催得這麼多嗎 因為你 現在打仗 說真的 一來就用核 損傷 都是我們普羅大眾 我希望 在這裡 我斬在一般市民的見解 就是 台灣的政客 你的政策 我斬在普通市民來說 就真的很不行 大哥 你用人民來做工具 就已經覺得很腐敗 希望可以改進一下這些 因為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黃種人 不要搞這種事 甚至乎 就算是 不同民族也好 現在全世界 我覺得這麼亂的時候 更加需要和平 對不對 其實和平 都有很多方法 去大家建立 但是如果台灣那邊 如果你站在現實角度 它一用這個政策 其實 執政那邊 我都覺得它已經準備 來跟你 難聽些說句 就是 同歸於盡也好 甚至乎開戰 因為你用人民來做工具 應該都去到最底線吧 如果你站在執政立場 最底線 有什麼政府是會用人民去擋 用人民對人民 怎麼會這麼差 通常開戰的地區 才會是人民對人民 總之 互相 民族仇恨很重 台灣政府那邊 希望收一收 我都希望 我們中國這一邊 說真的 有很多方法去處理 可不可以 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其實大家坐下來 談一談 可以嗎 還有 說真的開戰 對大家來說 都不是好事 這個是我比較懸媚 沒有能力去見解 我都希望 觀眾朋友 都明白我的說法 如果有台灣的朋友 看到我這段影片 都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 總之 小弟就不想打仗 開戰這些幾十年 因為我覺得人生 匆匆幾十年 如果你說消耗在打仗上 可能十年八年以上 還要自己不知受了什麼傷 斷手斷腳就糟了 對吧 即是 死掉了 都說死掉了 斷手斷腳 以後都是斷手斷腳 這些是人民 甚至乎有些軍隊 和軍隊之間 壽命 但是政客永遠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他們又不用打 你看看以色列那邊 那些決策人 有沒有去打 沒有 然後你看看烏克蘭俄羅斯 那些高層 雜力積機 那些 到處去玩 到處去遊說 到處去吃東西 前線那些在抽 那些人民被炸到斷手斷腳 家破人亡 對吧 所以一打仗 其實小弟有十二個字 就是 家破人亡 然後血流成河 然後肯定是 戰爭的根源 這些事情 十二個字 其實希望 這個世界 很多人都領略到 好 這條片其實是有些傷感的 對我來說 希望局勢不要再差下去 因為打仗的事情 說真的 人類的衝突是說來就來 你看看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說來就來 跟著以色列那邊 跟那邊也是說來就來 我們香港大部分人 都希望和平 希望不要打 大家和氣一點 看看行不行 好 這條片就是 純粹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 我自己也有些抑壓著 因為看到世界這麼悲 我也有些抑壓著 是不太好 希望喜喜歡和平的朋友 都跟我差不多的理念 多謝大家的支持 繼續支持和Like我的頻道 Thank you 大家 謝謝